原来《甄嬛传》里的婉婉类青 除了纯元的替身甄嬛 华妃的替身叶兰衣 静妃的替身梅妆 梅妆的替身英贵人之外 还有更加倍得阴暗的三个人 一 曹琪墨 四大爷刚出生时 因为生母位分不高 不能自己养 所以当时还是贵人的太后 只能把孩子交出去 这也导致他们母子关系生疏 后来太后有了十四阿哥 就把所有母爱都给了小儿子 和四大爷的关系就更远了 曹琪墨对婉姨的母爱 又何尝不是四大爷 自己对母爱的一种渴望 他最喜欢听曹贵人 哄婉姨时唱的儿歌 那是他从未感受过的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婉姨公主时 是什么样子 高兴得就差点没飞起来了 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 奴才说错话了 奴才该死 你说的是实话 朕也没看错 就因为如此 朕才觉得寒心 其实 这里四大爷的心寒 根本不是对华妃争宠的失望 也不是曹贵人 而是太后 因为曹贵人身上拼尽全力 夺回孩子的样子 才是一个母亲该有的 华妃倒台之后 当时太后说 要除掉曹琪墨 四大爷却说 瘟一年幼 说到底 她还是想保下这一份母爱的 而太后却说 宫里有的是没孩子的女人 四大爷当时难过极了 她的童年阴影 就这么被亲妈 轻而易举地说出来了 向来四大爷之所以统一让位分不高的曹贵人自己养瘟爷 也是在弥补从前的自己吧 二 福子 静妃当年是从华妃屋里出去的 成了四大爷的女人 但她得宠 势必惹得华妃不快 华妃这么多年对静妃的打压足以说明问题 而皇后却向旧事重演 让福子去了玉坤宫 倘若福子也能像静妃一样 指定能给华妃添夺 要是福子被华妃为难 也能顺便提醒他大爷竟非早年的活 可谓是一箭双雕 三 玉饶 我们只知道他长得像纯元 却忘了玉饶身上本来的优势 因为他才是顶级周边 相貌和宝都师叔又富有才气的性格 像纯元和甄嬛 性格刚烈的又像华妃 对他不理不采这点 又和后来的美姐姐又相似 这不得把大胖狗铲死啊 这不得把大胖狗铲死了 这不得把大胖狗铲死了 这不得把大胖狗铲死了